巴西勝旗時深夜在世界盃2022迎戰賽爾維亞 球隊雖然順利以2比0擊敗賽爾維亞 但主將尼瑪是比賽的末段 右腳腳畫受傷離場 暫時未知傷勢 在尼瑪離場後 有相片就拍到尼瑪的右腳腳畫腫起 他坐在球員席上哭成淚人 巴西隊醫賽後說 尼瑪的右腳畫將會再度檢查 現在已經開始治療 但要再等一天才能確認他的傷勢 巴西雖然前線還有李策利神 洛迪高高斯和安東尼等球星 但尼瑪如果因傷缺陣 將會對球隊造成一定的打擊